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肝炎症的动物模式的研究 大家好 今天大家对于外媒体的这方面都有兴趣 肝炎症来讲的话 其实在不管是人或是动物来讲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常见 也是非常重要的疾病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动物模式方面的情况 那当然肝炎症来讲的话 当然它是一个就是泪液的这个 比如说它植根量的下降 导致的角膜的一些病变 另外会造成眼睛表面的干燥而且不舒服 那通常来讲的话 当然它是因为造成眼表的这个发炎 也容易造成眼表的感染 这个另外会有一些角膜溃疡破皮的一些现象 所以对于这个生活品质来讲的话 或者是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视力 这个来讲其实是对于我们生活上会造成困扰 那它的这个发生率来讲的话 在不同的报告 当然有的两成到四成的这个肝炎症的情况 另外这个看到报告就是说在 比如说中国来讲的话也是很严重 在31%的这个发生率 其实也是非常这个普遍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是一个慢性的这个长期的问题的需要长期的治疗 所以就说假如有一些一些治疗的这个选项来讲的话 当然是对这个疾病或对病患来讲 当然是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帮助 那其实内膜有非常多功能 可以仔细列的话可能几十种功能 当然对于眼睛表面就是比如说氧气的供应 或是一些抗菌或是滋润或是清除 这个眼表的这个清洁的功能 或者是一些免疫的恒定来讲 其实都非常重要 所以一旦有肝炎症来讲的话 其实它对于这个眼睛表面的角膜结膜的影响 都会造成一些伤害 就是另外这种角膜会有溃疡破皮 或是角膜的损伤的状况 所以在人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慢性的 渐进性的问题 然后会持续的对人造成一些困扰 另外在美国的报告来讲的话 其实它会造成这个医疗的成本的 有每年50到60亿非常高的这个医疗成本 这个在这个肝炎症的方面 那另外在不同的报告来讲的话 在全世界也是有5.5到40%的发生率 所以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疾病 那在动物的眼科来讲 其实肝炎症也是数一数二一个常见的疾病 它本身呢 就是说 为什么在动物 刚才张教授有提到有关于关节方面 其实因为很多存种狗 其实有很多关节的问题 同样在存种狗 它在眼科也是 是很多的遗传性问题 在关节也是很多遗传性问题 所以存种狗 其实因为它们的血统太存了 所以其实很多遗传性问题 那以肝炎症来讲也是其中之一 就是说 在一些年轻的 在年轻的动物来讲的话 一些耗发的犬种 其实本身就容易有肝炎症 它们的内线本身功能就比较差 另外在中老年的动物来讲的话 它也是会有肝炎症的问题 刚才讲的一些耗发犬种 一些端温犬 端温犬就是像西施犬 八哥 北京 这些看起来大家觉得眼睛大大的 很可爱的这些端温犬 就端鼻子 眼睛大的犬种 其实它们的 这个对角膜来讲的话 其实比较不利的 就是说第一个 它们眼睛非常大 其实内膜的分布都不够 然后再加上扎眼常常不全 扎眼我们知道说分布内膜 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所以它们的端温犬 常常扎眼都扎一部分 所以它们其实 对于内膜的分布 其实是比较不利的 然后角膜的面积又大 所以呢 就是说像北京犬 八哥 西施 或是一些英国斗牛犬 或是法国斗牛犬 其实它们来讲的话 一旦干眼症都是会恶化 比较恶化 角膜非常不健康 所以通常是角膜 看都非常浑浊 其实都严重的发炎 而且非常容易 农样的分泌的感染的问题 那角膜呢 都非常浑浊 发炎的关系 还有新生血管 然后也是容易感染 或新生血管 都是很多的发炎反应 所以呢 就是说 它们除了造成发炎以外 角膜会反复的溃疡破鼻 所以就是说 这个来讲的话 其实在这个 不管是动物或人的话 都会造成角膜健康的影响 所以另外在肝炎症来讲 当然我们知道说 有分为 比如说肋液量不足的肝炎症 还有肋液品质 不加肝炎症 当然在人来讲的话 可能肋液量不足的话 可能比重会比较高 那在动物来讲的话 是肋液品质 不加的肝炎症 它是比例比较高 也就是说 我们在测量肋液室 只是看它的肋量的情况 就是说 在动物来讲 可能肋量很多都正常 但是它却有角膜的病变 却有肝炎症的症状 所以呢 它来讲的话 就是 其实呢 这个 肋液品质差的肝炎症 其实占的比例比较高 7成以上 那 那肋液量不足的话呢 其实占了2到3成 所以呢 他们在 即使肋液量正常 其实也会肝炎症 也就是它肋液品质不佳 所以肋膜呢 附着时间短 然后也会导致呢 就是一些肝炎症的 一些症状 所以就说 其实肝炎症的话 一部分 是肋水量的不足 那另一部分呢 是肋液品质的问题 所以就说 我们在肋膜来讲的话呢 当然就是 最主要水溶液成 是含有非常多的 重要的成分 那它的本身来讲的话呢 就是 这个 是最主要 我们在测量 这个 它的肋液量的 最主要的这个成分 那另外还有微量的 就是脂质层 跟水溶液层 那这个黏液层 这个黏液层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 角膜上皮 它是厌水性的 所以它其实 你点什么来讲 其实停留不住的 所以就是 要黏液蛋白的 可以一部分抓住 水溶液 一部分抓住 角膜上皮 可以让它停留在 角膜时间 可以比较长 所以黏液 黏液层是非常 重要的一个 这个成分 黏液层 那脂质层的话呢 当然也是 就是说 减少泪水的 挥发 所以呢就是说 所以我们在看 就是说 这个泪水来讲的话 其实它 并没有办法说 你用点什么 这个生理盐水 可以取代的 因为其实它 有不同的分层 那这个泪水量 来讲的话 其实它最主要是 就是 我们的主类腺 眼眶外的 这个主类腺 所分泌的 当然在动物 还有第三盐碱 第三盐碱的 泪线也会分泌 这个水溶液层 那另外 脂质层的话 就是眼瞼的 碱板线 所以有些 假如眼瞼 有发炎的话 也会影响 它的这个 脂质 或者它的 这个 阻塞的话 肩板线阻塞 也会影响 这个脂质 然后 进而 让泪水 比较容易挥发 那结膜来讲的话 黏液蛋白 也是 非常重要的 能够让泪膜 能够停留在 角膜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成分 Mucin 所以 有些结膜发炎 的话 也是会影响 影响它的这个 这个 内衣的品质 内衣品质 所以其实蛮多的研究 在肝炎症 其实它会造成 非常多的 眼表的 病变 它造成很多 发炎反应 还有一些 过度的 免疫反应 所以就说 肝炎症 来讲 其实有一些 它是 内原性的因素 在结合 外原性的因素 所以内原性因素的话 像 当然是跟年纪有关 还有 女性 还有些全身性疾病 或是 自体免疫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 常在菌虫的失常 失衡 或者是 有些在用一些 抗 染碱的一些 精神科 或神经科的药物 都可能有些 会一些影响 然后导致 比如说 它的内线的分泌 出问题 或者说 它的一些 一些 表面的一些 这个 状怯 会变得 比较异常 不健康 然后呢 就是说 不稳定的内膜 就是不稳定的内膜 来讲的话 就不稳定 就很容易 眼睛会比较干燥 那当然 外原性的话 当然是比较 低湿度的情况 或者是 比如说 佩戴隐形眼镜 或者是有接受过一些手术 眼检 或是近视手术 另外还有 当然还有那个3C的使用 3C的使用 这个也是 就是让干眼症来讲 可能会更加影响 因为3C使用过度来讲的话 其实都会影响到你扎眼的频率 那这个 这一些的影响的话 当然就是会造成 它的眼镜干燥以外 就是眼表的这个发炎 或是过度的一些免疫的反应 或免疫的攻击 对 那所以就是说 以肝炎症来讲的话 其实它对于 角膜结膜的影响 健康的影响 就是 它会造成 这个 角膜结膜的一些发炎反应 或过度一些 免疫攻击 一些免疫的反应 然后一些 角膜的一些伤害 包括溃疡或者是破皮的情况 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那一般在 肝炎症来讲的话 它的一些角膜的病变来讲的话 当然一般会使用抗发炎药物 或是一些免疫调节药物 或者是人工泪液 或者抗生素 那以发炎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说 这个内物醇的消炎 当然是 这个是一个 这个最有效的 但它也是同时长期使用上 也会有一些 副作用的疑虑 副作用的疑虑 另外还有一些 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或是TC类的药物 那免疫调节药来讲的话呢 当然在 比较这个 有些类似Suggerne syndrome 或者说在 这比较 这个发炎 或免疫反应比较激烈的话 有用这些免疫的 一些 一些药物 那在 在 比如说我们动物肝炎症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呢 都一定会用到 Psychosporine 或是Tacholimus 就是说 这一类的局部的免疫之际 来控制它的这个 肝炎症的状况 那另外人工类疫 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当然就是要很频繁的点眼 等于是 就是 就是 给它外源性的 这个很多的 补充的滋润 那另外 假如是 假如有 假如我们溃疡破皮的情况 当然也会 给予抗生素的控制 另外在这个 肝炎症协会来讲 在国外的肝炎症协会来讲 当然也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个不同的肝炎症呢 有一些 不同的一些 一些 这个 处置或治疗的方式 比如说 眼瞼的问题 也比如说 提到一些 比如说 可以热敷啊 维持眼瞼的 干净 才不会说 有时候会一些 阻塞的 的情况 另外 也有一些药物呢 可以帮助你的水溶益成 或是黏液蛋白 假如是不足的时候 除了能够累移 含玻尿酸能够累移 但还有 像有的 这个 这个 低舒适 有些饮药 或者是 这个肋孔的 这个塞呢 来 这个治疗 这个 有些不同 不同方面的 这个肝炎症 那当然 假如是眼表的 发炎的控制的话 当然就是 类固存类的 或是 Psychosporin 这个局部 就是免疫之际 来点眼 来抑制 这个 它的 这些发炎反应 那 当然就是说 在 肝炎症的治疗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说 大部分都是很长期的 那当然不能说 不能治愈 只能说控制 大部分都是长期的 药物的控制 并且 要定期的回眼科门诊 去追踪 是非常重要的 那 当然就是说 尤其在 有些比较严重的情况来讲 这些有的 它的药物的反应 会比较差 另外 在类物存的药物来讲的话 当然 这个来讲 也是要注意 长期使用 也是要追踪 它一些 副作用的影响 比如说掩压 或是 角膜的健康 或是 水晶体的状况 另外呢 在使用 Psychosporin 或Tachrolemus 来讲的话 当然 它本身 有的也会有刺激的问题 刺激的问题 或是它的 药效的话 是比较 比较慢一点 开始 比较慢一点开始 另外讲的是 在细胞治疗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说 在肝眼症 在角膜方面的话 有一些 文献 在肝眼症的治疗 一些文献 包括 内线的注射 或是局部点眼 或甚至静脉给予 等等 有一些报告 来就是 来帮助 就是角膜的 一些修复 或者是 这个 一些 发炎的情况 或者是 让肝眼症的稳定性 能够改善 因为 这个肝眼症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这个发炎 会 除了造成 角膜发炎 也会有神经受损 或是过度的免疫反应 或者是 这个 轮撞部的 干细胞缺乏等等 这些的话 都会 对 这个生活品质 造成蛮大的影响 那 干细胞有 这方面的 功能 抗发炎 再生 神经保护等等的话 所以 就是有一些 研究 就是会 应用在肝眼症 在 在我们 临床上的话 也是在 犬肢的肝眼症 也是有发现 就是我们是 局部点眼 干细胞的话 对于肝眼症的角膜病变 是 它有抑制的作用 会有正面的 这个帮助 正面的帮助 那 像刚才黄教授有提到 就是 有关于 这个 Exoson的 很多方面知识 因为细胞治疗 也是有一些 限制跟顾虑 所以 Exoson来讲的话 它是小分子 就是它本身的穿透力 是比较好 也比较稳定 所以它同时也具备 一些干细胞的 比如说免疫调节 抗发炎 还有这个组织的 再生的一些功能 所以 就是呢 就是可以 在有些情况下 可以取代的 这个 干细胞 或是能够 能够看有其他的一些药物 一些取代一些药物的治疗 可以了解它的潜力 对于一些例行的药物治疗 是否可以 可以移除掉 或是减少 然后利用这Exoson来治疗 所以它有这些优点 就是它本身也是一些细胞治疗的一些 这个担心 比如说 不希望的分化的细胞 或者是 还有一些细胞治疗的顾虑 Exoson 或是一些法规方面的限制 那当然是Exoson的话 当然是希望说 它能够提供一个 另一个这个 这个治疗的选项 但近年来也是在 在很多研究 有关于Exoson的存化 还有它一些副作用 跟它的治疗的效力 治疗效力 所以Exoson应用在眼科来讲的话 这几年来有一些报告 就是它的 最主要的就是发现 就是对于一些 抑制它的这个发言 或者是抑制过度的新生血管 来讲 还促进了细胞的这个增生 是有一些帮助 另外 也可以降低一些 角膜的疤痕 角膜的疤痕的状况 所以呢 就是利用Exoson的特性 就是高穿透力 比较稳定性 另外 比较不会 促进这个肿瘤的发生 就是来 这个 应用在眼科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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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在肝眼症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有好几个动物模式 那我们在研究外密体的话 我们是用这个比较严重的肝眼症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它是把它的这个外侧的这个外眼眶还有眼眶下的这个类腺做移除 做移除 所以它的类腺会降低 类腺会这个 这个这个泪水的分泌会明显的降低的非常少 而且是很稳定的降低 所以呢就是它是可以要 这个模仿就是严重肝眼症的情况 然后呢它会导致 但是在第二天开始就会有些角膜炎 角膜的破皮溃疡等等 另外它这个症状来讲的话是非常显著 而且是有在线性的 这个很稳定的这些症状 让我们可以去评估各种不同的治疗的效果 所以就是说我们是它的单侧的这个 这两个类腺的移除 移除以后 然后呢另外呢在这个两天后 在开始治疗以前会做临床的眼科检查 包括这个显微镜裂系灯的检查 另外还有这另一样的测试 角膜荧光染色或是OCT这样子 那就是我们当然会比较 就是肝炎症组还有治疗 用这个SOT BID 每天两次的治疗的情况 那这就是我们会评估的项目 包括眼科学检查 还有了解它的发炎的程度 还有它的比如说肌纤维 就是在角膜重建的这个情况 那所以在荧光染色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肝炎症诱发以后呢 它其实呢在第零天开始 其实它有开始有一些修复状况 但是就是假如没有治疗组 它其实角膜表面呢是比较不稳定的 就是它在14天之后 它又一波的这个角膜的溃疡的扩大 角膜溃疡的扩大 所以它是比较在这个眼睛表面 因为太干燥了 所以它这个破皮的情况呢 其实是呈现反复的破皮 那当然在这个 在我们用外密体治疗的话 它是比较稳定的下来 那在新生血管来讲的话呢 在治疗上它也是比较 新生血管的量也是比较低的 在我们计算之后 另外上皮呢 的厚度也是呢 也是 对受伤的这个影响 对受伤的影响的上皮的厚度 就比较增厚很多 在这个没有治疗组 有这个ExoTier治疗的话呢 它的上皮的厚度的增 之下是比较有限 比较少 那角膜肌脂的增厚 也是角膜水肿的程度呢 治疗组的话也是比较低 另外就是我们看发炎细胞的禁论 非常明显 就是说它的发炎细胞来讲 除了上皮还有角膜肌脂 其实都有蛮多的发炎细胞的禁论 就是在肝炎症 它的确诱发很严重的发炎反应 那在外密体治疗的话 它的发炎呢 虽然有但是呢 其实是算是比较轻微许多的 另外就是说在这个角膜的修复来讲的话 这个肌纤维元细胞来讲的话 就是它的开始重建的反应呢 在这个VIL治疗组的话 它重建反应是比较慢的 就14天之后呢 然后之后又大量的 很多的Meya Fibroblast 这个肌纤维细胞 那这个大量的肌纤维细胞 其实会导致就是角膜 比较疤痕的情况 那以外密体来讲的话 它本身就是肌纤维细胞 也是会持续增加 但它就是比较稳定缓慢的增加 那就是对于疤痕的形成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就是刚才大概 这些角膜的发炎的情况 还有它的这个 这个 溃疡的情况 还有它的这个 这个细胞的情况来讲的话 有一个对比 就是我刚才提过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初步的观察 研究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个局部点眼 一天两次的话 我们发现对于肝眼症来讲 它的这个 不管是角膜溃疡 或是发炎的程度 我来讲 这个它是有帮助的 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治疗的潜力 对肝眼症所导致的 这个 这个角膜的病变 那要更多的研究 去了解就是说 它的整个本身来讲 它的一个更详细的激转 还有它的一些临床的应用性 大概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